活影忍者的官方定位类型是热血 忍者 可是越往后看发现越不是这么回事了 看到结尾发现活影忍者原来是一个爱情片 四个人的爱情贯穿整个剧情 一个很幸福 一个最悲惨 最幸福的爱情 明人与雏天活影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女主角是小鹰 幻想着最后明人终于打动了小鹰抱得美人归 可是越往后看越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了 小鹰对所住的爱 真的是几头驴都拉不回来 而前期戏份并不多的雏田 开始崭露头角 一开始看到雏田以为是明人主角光环吸引来的小妮媚 但是到了佩恩入侵木叶的时候 才发现雏田对明人爱得有多深 看到之后明人的爆发才幡然醒悟 原来一直默默无闻的雏田 才是真正的女主角 从这之后虽然没有在一起谈情说爱 不过也已经是名正言顺的一对了 雏田对明人的爱 可以说从最初就开始 到最后结婚也没有结束 反而结婚是雏田爱的一个新开始 颜值高 身材好 性格好 白富美 雏田几乎就是完美配偶的标准 明人和雏田 真的是国影中最幸福的爱情 最悲催的爱情 戴土与林戴土和林 还不能算作是一对 只能算是戴土丹相思 但就是这份丹相思 差点毁灭了人的世界 虽然说戴土是丹的一颗棋子 让戴土亲眼目睹了自己深爱的妹子 被自己最好的朋友亲手杀害 虽然看到的与真相并不一样 但看到这一切的戴土 已经不想再去关心真相了 因为林戴斯已经是事实 戴土为了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 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还害死了自己的老师和师母 很多人非常讨厌戴土 觉得戴土最后不应该被洗白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戴土坏事作劲 不惜与全世界为敌是因为什么 只是因为对林的爱 虽然到最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可林再也见不到了 国影中只有两个人的爱 让人深深的震撼 一个是右队躲住的爱 一个是戴土对林的爱 他们为这份爱 威复了太多太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